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新一集的 Spiritual Money,我們掌聲開始 今集我們繼續請到來自台灣的 謝謝C語老師,掌聲鼓勞 因為今集很開心,我們是講金錢 香港人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金錢 全世界的人都很愛 其實全世界都很愛這個金錢 那麼我們要來用這個牌 這個卡 現在大家網友可以在你自己心裡想 1-5,1-2-3-4-5,你自己選一個數字 然後我們待會會來解牌一下 那今天用的牌呢,是我的牌卡 它叫做療癒卡 聊天的療,教育的癒 那聊天牌卡可以知道你的錢財 現在的錢財的運是怎麼樣 1-2-3-4-5,選一個 你們也可以選一個喔 待會我就要開牌喔 因為來現場的朋友們 你們自己另外還有另外再抽一張牌 對不對 待會我會解牌 大家選好了嗎?你選幾號 你選五號 好,五號在我這 好喔,那我們現在來稍微講一下 1號 抽到的是尖叫 紅色的 紅色的尖叫 真叫 紅色的真叫 紅色的 那紅色的這張尖叫牌啊 因為它是紅色的七個脈輪裡面的 紅色的能量 賺錢的動能 那在錢財上 你可能會比較大驚小怪 一點點少東西 然後你就開始叫叫跳 好 所以抽到1號的朋友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最近身邊是不是有一些小事情 然後你就覺得很緊張 然後自己會叫 然後會跳跳跳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人啊 在做生意往來上的時候 他很喜歡就是這邊跳一下 那邊跳一下 然後做事情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都有頭沒有尾巴 就是三分鐘樂度 做一下就不見了 做一下就不見了 那我們其實它是很有規律的 你給他一點時間 他跑完的時候 他每件事情都還是可以完成 只是說要多一點的時間 誰剛才選了1號的 1 OK 好 誰選2的 3分鐘熱度 2 2 好 3個呢 3 4呢 5 很多是5 對喲 這是1號了 1號解牌了 好 我們解第2號了 好 好 所以1號一樣 就是關於錢財 還是多用一點紅色 好 然後這個是2號牌 好 選擇2號牌的 橘色的 好 然後抽到這張叫不甘心 橙色的是不甘心 那不甘心這個啊 就是對彩票 然後就差一個號碼 就變大樂透得主 差一點點 所以他就覺得很不甘心 然後呢 在錢財上也是 我已經付出了這麼多 然後只差一點點 簽約到了門口 就不簽約 好 那這種事情你就會覺得好可惜 好 每次都已經 快要說到 快要 收錢的時候 就錢就不進來 好 這個就讓人家覺得很神器 對 好 所以就有點不甘心這個症狀 那但是他這個其實是 我們的家庭能量裡面 其實 是希望你能夠多花一點時間 在家庭上的 橘色的能量 因為是橘色的能量 是我們的麒輪幾代 好 所以他其實多花一點時間 在家庭能量上 你的這個方面也會變得比較順 那當然身體健康上也是一樣 因為你卡住的事情 會讓你覺得很不順 所以你自己也會開始焦慮 你的牌便一定會開始不順暢 對 這個就是抽到二號牌的你 好 金錢動能可能再提升一點點 可以吃一點橘色的食物 對 吃點橙色的東西 好 好 原來 大鬼牌在我手上 大鬼 哪個選三個 剛才有說 你輪到 兩位 哇 你今天又是大鬼牌 又是小鬼牌 大小鬼你都撈光了 這個是錢財 錢財上 因為很難得 其實我們的 黃色的能量 其實應該有其他正常黃色 好 我隨便找幾個黃色的牌 有這種黃色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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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式各樣的黃色牌 都代表金錢 但是偏偏我們的代表 卻抽到了這個大鬼牌 也就是說 我們最近的那個抽到三號 選擇三號牌的朋友 你們最近的錢財可能真的到谷底 你們可能會覺得 比如說我買房買樓 覺得說 現在好像到了一個谷底 好像也要把它賣掉 也賣不掉 或者是你當時 可能幫人家背書 就是我要做擔保 當保人 然後結果人家現在就不要你了 就幫你拋棄了 可能合作的對象 可能中間 你可能覺得好像被人家利用了 那這個狀況對你來講 因為覺得很孤單 你自己好像一個人 在投資一些事情 然後一個人 就是孤戰奮鬥 就會覺得很辛苦 會是這張牌 好 那這張牌 我就會鼓勵你說 你自己 在錢財上 因為這個是自己 都把自己放棄掉了 好 那想不想賺錢呢 抽到這一張 暫時不想賺錢 想休息了 想出去玩 這個抽到三 剛才 這個心裡面抽到三 你啊 你也是嗎 對 你看 他選擇三號牌 然後大鬼牌 他抽到小鬼牌 所以 這個也是大小鬼都有 你也是大小鬼都有 對啊 好 這個能量 就是大家可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他就是會 跟著你的議題會在一起 所以你最近想休息嗎 很累了 你也是很累了對吧 所以 這個就是在最近這個能量 就是覺得 反正既然大家都不要我 或者是工作上沒有我可以付出的地方 那我就乾脆讓我自己休息一下 你要先找回自己 我們常常需要整頓自己啊 你要先重新開始整頓 你才能重新出發嘛 重新出發 是這個意思 對 不是那個new 重新出發 好 選擇四號牌 來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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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都 好 好好購買一下吧 好 在錢財上 錢財上 這個抽到綠色的牌 因為他很會愛自己 所以 會買一些東西給自己 好 然後給家人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找個理由 就是購買一些東西 好 來犒賞自己 那你越買你就越有自信 你不買就越沒有自信 這個應該是我的牌 買我 我去購買的應該 有些人 有些人就覺得 我替家人買一點東西 我還是有我的存在感的 價值在那裡啊 好 那這張牌是就是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買 好 那還記得我剛才有說過嗎 綠色的牌 他這個就是很大愛 好 我很會為大家付出 所以他很可能會為家人 家族 然後去付出錢財 好 那這個錢財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說要借錢 就很容易會找這個爛好人 有沒有 蠻好人 或者是說 找綠色的人來 你來養我 讓你來養我 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會付出他 所以你就只好養他 這樣 我聽過有醫生人是 越花錢越有錢的 是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怎樣 有些人是要 怎麼說要 傳錢 對 可是有一種人 就是越花錢 越 shopping 就越多錢回來的 是啊 因為我們的金錢能量 是這樣子 當我們的錢出去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 你可以再多帶一些朋友回來見我 那那個錢財 他就會帶著很多的 money 回來見你啊 那我們都經常講說 你的錢 他是一個流動的 你如果願意放手 讓他去外面旅遊一下 然後再回來 他可以帶給你十倍的錢回來 但是 去旅遊一下 對呀 你的錢去旅遊一下 對錢去旅遊嗎 其實老師講話很快 不過我其實很好笑 因為你太快了 很多我們還沒有聽到 還沒聽明白 你的金錢去旅遊 回來會更多 對啊 會帶朋友來嘛 他會去結交很多好朋友來啊 美金啊 對呀 那些 那這些錢財就是這樣子 他只要是流動的 他就可以很好的一個動能 所以很多人是越花錢 他就越有錢 你在花錢的那個當下的信念 只要是正上的 我是布施出去也好 我是讓他出去交個朋友也好的 這種心情 那他就會讓你 帶金錢的能量再回來給你 可是你如果是很小氣的 就是緊巴著不放 那那個能量其實是很低層的能量 低頻的能量 所以就會變成什麼 越存越少 然後現在大家不是通貨膨脹嗎 對不對 然後還有匯率會差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越緊抓著不放 你越要定存 錢就越來越少 好 關鍵事就是在你的心念 他會去決定你的動作 那你的動作 他會帶動你自己的能量長 好 那這個就找時間shopping了 好 我會推薦就是 應該是我的咖 面對面 就是自己去店去挑 穿一下鞋子也好啊 弄一下手錶啊 你如果要買一些耳環飾品什麼 拿的比較危險喔 拿的買的東西比較貴 比較大喔 電腦啊 手機啊 汽車啊 對啊 我們女的買這件衣服 已經很開心了 對 但其實也不一定啦 我有遇過很多女生就是 隨便一滑那個珍珠項鍊就多少錢了 也是有啦 要看要看 你們那些朋友很不同 對真的 好 選擇第五張的 好 第五張的朋友 行動 動 就是 你心裡想什麼 應該要做的 你就要趕快去做一做 好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藍色的 溝通的喉嚨 所以在你的生意上 或你的金錢上 其實你要說到 只要你說出來 他就會去做嘛 好 那抓到這張 大部分都是你現在還在 我想觀察看看 還不想動 可是你只要付出行動 其實你很快那個錢就到手了 只要你往前踏一步 我们都常常讲 就是你慢慢的走 但是因为你有走 所以你待在原地好 就是往对的方向前进 哪怕一点点 你终于会达到 你要的那个目标 所以抽到这张是恭喜你了 就是你只要说到 其实那个钱就在你身边了 很快你就捞得到 谁都是五眼同一样 一个两个耶 四个我们都是 对啊 讲出来就好了 有的人说这样 钱来得太快 就比较不珍惜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钱来得很快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 因为它内圈是红色的 内圈是红色的 对 所以它就会变成说 你在钱来得很快的时候 你自己的动力 它是不是有燃起你的欲望 然后你是不是能够 创造更多的财富 因为红色是创造 它是生存 让你可以就是更好的 去做一些传承啊 生命啊 这种公益事情的上面上 可以好好发展 当然沟通嘛 用嘴巴也是沟通嘛 讲故事也是沟通嘛 广播也是沟通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替你带来钱财 恭喜你啊 好 这个我们的五张 五张关于钱财 网友已经抽好了 对不对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到底选了什么 然后就欢迎大家转发 YouTube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你们现在手上的不是有吗 红尘黄绿蓝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来吧 好 来吧 收一下吧 好多好多 哎呀我也抽一张 好啊 不要吃仔 好啊 哎红色的好小啊 哇很棒啊很棒啊 你看你看 很开心 很开心 好 我稍微分类一下 你看 抽到害怕 在金钱上抽到害怕 又是你啊 Merry Merry 所有的好牌 都抽到 嗨 所有超好牌 对不对 来 这个 有两个人 你觉得哪一个 嗯 那 在我们的钱财上 那是一個窩蠶來撈人家的 ok,所以一定有一個對象 因為有一個對象,然後很害怕他 肯定有 好,那在我們的錢財上是這樣子 如果你自己的能量是讓人家害怕的 讓錢會害怕的 那錢就不會靠近你 我們的錢啊,它是中庸的 但是如果你散發出來的能量是令人家害怕的 讓錢會害怕的,那錢就很難靠近你 那怎麼說他平常是很好人那一種喔 對啊,可是他散發出來的能量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錢財上,進錢喔 錢進來的那股能量就會離你比較遠 好,那因為你看喔 他跟下面這一個,下面這一個 會感到害怕 那這個通常都是我這邊畫一個小男生 可能是他的孩子,可能是他的誰 可能是下屬,可能是什麼 那也就是說,你把重心會放在你自己身上嘛 好,然後特別是 這個是一個媽媽的能量,母系的能量 好,那我們的錢財跟母系的能量是很有關係的 好,你擔心的就是 跟你的家人之間,特別是這個錢財上 那他就會卡著你說 你散發出來的就是 是不是常常用賣罵 他怎麼可以這樣子 該給我錢沒給我錢 或者是該進帳沒有進帳 好,你是用憤怒的那種情緒來替代這些的時候 那錢就比較不容易靠近你 好,你有沒有最近什麼事情卡住 你可以問 你想想到呢?看你的樣子又不像 最近啊 關於錢 關於錢 買房子的事情 錢又不夠 對喔 可是又很想買 他說他要買房子,買屋,但是又不夠錢 可是啊 還是要買嘛 就 將來就自己一個 你還是要房子吧 所以就 卡住在這裡 錢又沒有了 OK 好 我們買房子是這樣子 有的人他是買房子 然後投資,然後賣房 買房,賣房 他會可能反覆的一段 就是 你自己買房,賣房這叫投資 那投資的那個賺利差 你的錢滾錢比較快 可是你如果買來是自己住 那這樣子的話 很多人就會開始背房貸 因為你覺得要還對不對 要還完才可以 才叫自己的對不對 好 但是你知道嗎 有錢人他們其實都 房貸都是 買前面幾年 然後還個一點點 然後他就賣掉 然後又住新房子 他們永遠都在住新房子 你知道嗎 好,只有我們都在想說 一定要還完 才叫做自己的房子 可是對他們講 資產也是自己的啊 這個觀念可以帶給大家 讓大家想一想 因為這個是生存法則 好 然後你看 我們都想說 小孩子或是你有開公司的話 好,那公司也是自己的孩子 那跟你之間會有一種距離感 你會感到害怕 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像每次挑 你都會想說挑個兩房啦 兩房一廳啦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一人保全家保 那就會離得很遠 你可以想一點大房子啦 這邊至少出現兩個人嘛 好,二加一 二加一房 你可以再往大一點的去想一下 創一下你的未來 你在看幾房嗎 沒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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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個嘛對不對 open式的 對 對 但其實可以再往大一點的看 好 好 關鍵改一下 可能前台帶的就不一樣 好 我們的橘色的 橘色的 橘色的 好 煩躁啦 還有驚恐啦 有驚恐啦 沮喪啦 這個就是什麼 煩悶啊 很煩很煩 好 誰抽到煩悶 好 那煩悶這張牌很有趣 它如果有一些原子筆啊 什麼的 它就會開始甩筆啊 然後會開始有這種很焦躁 在錢財上 看吧 看吧 有些人很會轉比啊 好 然後這三個 其實三個人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我說的大小長的問題嘛 所以在公司上 公司錢財上 你們可以去留意一下 抽到驚恐的是 自己想出來自己害怕 可是實際上沒有這件事情 自己想出來讓自己害怕 自己嚇自己 這張誰的 喔 自己嚇自己啦 沒有的事情 你就不需要自己嚇自己 好 然後沮喪 這個就是賺錢上 好 不需要太沮喪 因為錢會固定進來 就會固定進來 呵呵 它是固定來才行的 好 那就不要想太多 它就會固定錢 錢會進來 你是不是真的有沮喪的部分啊 你有嗎 我想 可能有一些 一點點 嗯 你不是打工的嗎 對啊 打工的 你的每一個月都會有這個 人工啊 嗯 而且是固定來才 我剛說了 對 對 就不需要太擔心太多 但是如果要多 可能也沒有 因為它就是很沮喪 它希望 期待也希望能夠再多 可是它就是這樣 喜歡這個發達 嗯 中六合彩 嗯 嘩 聽到這麼有精神啊 呵呵 那麼認真 對 你剛才是有抽到三號嗎 沒有嗎 對啊 對啊 你剛才一二三四五 你是選 一嘛 對 所以 你看一是我們的紅色對不對 好 然後再加上橘色 所以它的能量還是普遍 在我們的比較紅 生存跟我們的齊輪這個部分 第一紅色那個 跟感覺上 好 還是在這個層次 所以我們要再提升自己一點點 好 最主要是先讓自己開心起來 好 排便順暢 吃橘色的食物 呵呵 好 吃多你產生的東西 讓你排便順暢啊 老師說 對啊 然後你的錢財也會順暢啊 那 再來 洗腸 那是什麼 洗腸怎麼說啊 就是萬腸 萬腸 哦 你的可以很好 很順啊 很順 嗯 好 來 我們的黃色是代表衛輪 也是代表錢 所以抽到這三張的朋友 你們的衛的狀況 最近可能不好 那因為衛也是我們的錢嘛 黃金蟲嘛 好 那你看這張也是一樣 哦 對 誰抽到這張 自己舉手 對 對嗎 又是你啊 應該是 馬上要把它放棄掉 剛剛說大小鬼牌都在他身上 這邊也是嘛 對嗎 大鬼小鬼同一張 這個 你們只是交換而已 這樣 還有你嗎 大家的朋友 對 那這個就是嘛 在錢財上 就比較卡住這個狀態很久了 所以 要嘛就是 有些人是這樣嘛 就是失業很久 然後現在要重新換工作 或者是你一家公司 已經待很久了 然後想要去換 好 那想要去換一個 自己想要出來的創業 或者是什麼 其實這邊有一線希望 快到了 快到了 這個是亮亮的啊 希望 對 出口 出口 對 然後 你自己可以帶著自己的什麼 然後 很快就到了 你覺得你多久會到 有多久會到 你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 你看 你們兩個回答得一模一樣 你們一定是好朋友 那麼大的光 很快就出去了 對 有些人會說我不知道啊 沒有自信啊 我可能很快就有啦 好 那 可是呢 有些人他會說三個月 有些人說半年 有些人說要好久 可是這個其實也是反映當事者 你賺錢 你到底想要趕快賺到錢 還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我可以等很久才來 好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自己 能夠多一點點 趕快錢趕快進來嘛 對不對 好 好 然後 孤獨跟這個 哪個超級孤獨啊 好 這麼陰公啊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疑心猜忌 誰抽到疑心猜忌 好 那 這個 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錢財上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做可能比較好 抽到孤獨這張啊 就是 自己做可能比合資合股還要好喔 跟人家合作上 然後這個就不要想太多 誰跟誰太好 你一定跟他有一腿 好 哈哈 你在買我猜啊 誰跟誰這麼好 肯定他們兩個上床 這樣 對 但其實可能沒有這回事 那 在合作關係上 這個也是 就是盡量可以找四個人 一起合作 可能會比較好 這個是獨資 這個是要合作 要四個人 才會比較好 嗯 好 那這邊就給大家一些方向 對 又夠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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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超過鐘了 那我們又休息一會 然後跟著呢 回來再講講這個感情的東西 我們休息一會 是啊 好 展見 好 我們來到第二部分啦 一講金錢就很快樂 大家都開心 很開心 好 我們現在講那個綠色的 對 我們這次好多人抽到 你看我關心 很多人 綠色的 大家很多人都抽到綠色的 因為綠色就是從新嘛 從新輪開始 從新輪開始 很喜歡為大家付出 所以錢財上也是一樣 不管是為家人也好 或者是為大家付出 然後抽到關心的 你是大人還是小孩 這兩個 你覺得你哪一個 小孩 小孩 他覺得他是小孩 所以他希望別人給他一點錢 那自己不會賺喔 自己賺的比較少啦 希望能夠有人給他最好的啊 是這樣子的嘛 好 而且拿到一點錢 覺得很開心 所以裡面是粉紅色的 幸福啊 但是他也不貪心 對啊 也不要很多錢 只要有就好喔 也挺好的 好 然後來 誰抽到玩耍 好 玩耍 對 越玩越開心 錢就越來你知道嗎 他不玩就沒有錢 所以要持續的去玩 有那麼玩啊 嗯 都有啊 你覺得你是哪一個 拿麥克風的那個 還是拿 你是誰 麥克風那個 我這個牌卡裡面還是設計 這麼難的 對喔 這邊有一個拿麥克風的男生 好 那大家可以感覺一下 如果是你們 你們覺得你們是哪一個 拿麥克風的嗎 舉手 覺得自己是拿麥克風的舉手 好 那旁邊就是拿那個什麼 敲羅打鼓的嗎 有 有 好 好 選好了喔 選好了喔 好 拿麥克風的 代表你在事業上 你是Leader 你必須要去帶領別人 好 在工作上 就是你可能要發起啊 你可能要帶領大家啊 好 別人都會follow你啊 好 因為你就是那個主角主角啊 好 你一定要好好的 呃 就是想對方向 然後帶領你的團隊 一起去做事情 那如果你是旁邊配合的 好 旁邊配合有兩個 好 一個是拿鼓的 好 有啊 有鼓 好 那他是第二個 第二個重要的 他就是我們的接洽的 好 我們常常講說 老闆上面總是會有一個大 大秘書嗎 大特助啊 就是 溝通各個部門之間的 聯繫的 溝通的那一個 好 那 還有那個小 小鈴骨的這一個 好 拿那個沙沙棒的那一個 那這個就是完全的跟隨者 他是配合的 別人說什麼都說好啊 吃什麼好啊 買這個衣服好嗎 好啊 他就總會說好啊 那一個 那這種人都不可以做老闆嗎 他是因為適合當跟隨者 所以他自己也沒有想法 你如果問他說 這個好不好 他會說我不知道 那你決定好了 那怎麼可以做老闆呢 這個人就不想 對 我們就要調整 呵呵呵 我們可以靠原成功來調整 如果你真的很想當老闆 好 因為每個人當老闆的格局 真的是不一樣啦 有些人他是很適合團體做 有些人可能就是 自己一個人做 那說到這張牌也是一樣 是團體做是最好 那就看你是哪一個角色 有些人團體一起做 那如果說你周遭的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跟隨者的話 那就大家都不想做事情啊 就是負責任的那種態度 都是領導要負責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你就要想一下 你現在在哪個位置 好 那因為 剛才那個選那個 第三配合的 那他自己也是選小孩嘛 對不對 所以很顯然他在金錢上 他就覺得我就是接受就好了 接納就好了 這個能量可能還是比較大 可是對他來講 他可能就是領導者 這個就比較大 那補償 OK 補償 在錢財上 一顆心碎三半 就是我真心患絕情 曾經就是交托 把自己的真心交托給大家 然後結果就傷心傷心傷心 所以自己彌補一下自己 那這個其實就是找三個童年的一些 不管是小玩具也好啦 飲料啦 可能 布丁啊 可能養樂多啊 這種的 你自己可以補償自己 你就會發現很開心 現在其實很多人 小朋友是這樣 就是小時候 特別被限制 長大 你賺了錢 你第一個優先 會去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 買一千買不到 對呀 就先買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就很像說 我會請家人吃飯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優先會先彌補自己 小時候買不到 或者一看到什麼 就很心動 因為你現在有能力買了 你就去做啊 可以去想一下 好 再來 尊重 好 尊重這個 在錢財上 尊重你啊 尊重我啊 然後這個是我們家的幸運女神術 比如說我台灣的公司喔 幸運娃娃 嗯 嗯 我畫的 然後他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幸運之輪啊 就是我們的財神 財神的象徵 西方財神啊 那他其實就是 錢財他的發聲是這樣子 在你尊重你自己 然後你也尊重別人的同時 他會發聲錢財 他會給你帶來錢財 然後裡面又是靈性之光 紫色的 淡紫色的 所以要往靈性發展 好 錢財就來啦 多好 我發覺每一次 嗯 每一次 怎麼說 我對我自己越好 我的錢是越多的 對呀 這是平時怎麼說 這是 我其實是一種很 不看錢怎麼說 很神錢 很神 你國語不見什麼 我從前是那種人 不過我現在呢 我發覺是 趕花錢嗎 我趕花錢 而且是越 花錢是越多錢的 嗯 越好嗎 因為自己對好 越好就越多錢 所以很好 對 而且他這個就是槓桿嘛 兩個平衡的槓桿嘛 而且呢這個課程呢 我還要跟老師學 嗯 課程呢每一次 怎麼說 加那個學費 嗯 呃 從前的學生就會走掉 又加錢了嗎 嗯 然後新的學生又來 嗯 這每一次都加上去 就越來越好 對 因為加錢加了以後呢 那怎麼說 我去加的時候 就更加有心機 嗯 信心吧 信心還是呢 開心 嗯 用心 對對對 因為收了那麼多錢 蛤 怎樣 就不能 不能怎樣 對不能這樣 好 那就負責任啦 負責任 也就是說你越尊重自己 然後你值得這麼多 那當然你所得到的回饋 那個平衡就會更穩定 好 是這張牌 好 那你因為還說嘛 綠色的很容易為大家付出嘛 你一下子給太多給別人 自己忘記了 他就會失衡 那錢財就不行 對 嗯 滿足 滿足 對不對 一點點就滿足 一點點 對 好 不滿足 什麼東西都一點點 一點點 然後 通常我都會說這種啊 都是比如說拿個一千塊 然後在菜市場有沒有 從街頭到街尾 然後一千塊沒有 然後覺得拿了好多東西 覺得好滿足 呵呵 會是這種的 就什麼東西都一點點 一點點 可是其實還是花 家種起來還是很多啦 可是他越是這樣子的消費方式 對他來講他會開心 他會有一些自信感會出來 嗯 好 淡定 淡定 那位是你啊 有錢正的 對 淡定有錢正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在金錢上 對不對 我們是錢財上 事業上 那 是不是危機處理的事情 可能會有一點點多 比如說最近可能有一些 政治上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 呃 換錢啊 或者是最近有什麼 哪個地方 買樓會有一些什麼狀況啊 你可能都要小心 突然這間房子漏水啦 或者是什麼 要你修理啊 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前一陣子不是很多 星星都在逆行嘛 好 然後就有很多你想不到 怎麼會這個也壞 那個也壞 都要你換心的 然後錢財就有一點多 可是因為你很會付出 所以你就會很淡定的去處理 一件一件事情 慢慢處理它 然後錢財其實就會慢慢過來 我這邊故意的話 就是喝綠茶跟吃橘子 喝綠茶跟吃橘子 嗯 好 那這個其實可以協助你 就是在這件事情上 當你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給自己喝一點點 這種下午茶的時間 好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時間 去處理那些很雜亂 突然來的一些事情 嗯 把你的錢放在我這裡可以了 不用麻煩 比較簡單 對 好 那這個就是危機處理上啦 可能他自己會覺得很恐怖 好 好 覺得怎麼會遇到這種事情 自己都不少的這樣 好 OK 然後因為今天在座的各位 只有我抽到藍色的 哎呀 好 錢財上 那這個藍色是溝通的能量 還記得嗎 就是你說出來呀 可能就會蠻好的 然後這張謹慎 他其實 就是在簽合同的時候 或者簽合約的時候 就比較要小心一點點 然後他拿著放大鏡 好 很小心 小心翼翼 看合同的時候要小心 那很容易去放大 好就是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錯誤的東西 他很會放大 所以很謹慎 那通常抽到這張牌呀 我都會說 很適合做公務員 或者是說檢查的券 就是 集合品管師 這種的 好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月曆嗎 嗯 好 月曆上面標的日期 你設定好目標 你就會往那個方向前進 你的專案就會 Cross 這樣的錢財就會進來 可是要設定目標 他才會用 那因為我最近就是 新宅 就是原成功要出書了 然後簽合約了 然後可能就是 9月10月可能會出新書 下一本書 關於這個原神功 我們八定首長 慶定功先好嗎 耶 好啦 那關於我們的那個錢財 我們剛剛有抽到大小鬼牌 對不對 那剛才已經示範你了 我現在示範你 星宅 我們是代表說 我們的內在靈魂居住的地方 對不對 那內在靈魂居住的地方 每個人可能都有一個家 那我們是代表說 我不知道你的家是什麼樣子 但是你自己可以 就是第一個念頭想一下 那 他有一個客廳掌管大運 好 然後就是你今年的運勢是什麼樣子 好 那 在你的大廳大運的地方 你覺得 天花板的燈 它大不大亮不亮 亮 大概多大 OK OK很好喔 很好喔 很好喔 那 有幾個窗戶 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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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個 有10個 因為有幾個打開 打開 全都打開 全都有打開 全都有打開 好 那透過我們的大廳啊 我們直接去廚房 好那去廚房的地方 你看一下 爐罩煮東西的地方 我也跟得住了 對啊 好 煮東西的地方 有煮東西嗎 有 有 好 那 在廚房裡面有幾個窗戶 呃 四個 四個窗戶 有幾個有打開 幾個沒開 全都有打開 全都有打開乾淨嗎 它什麼樣的玻璃 什麼樣的玻璃 它是玻璃的嗎 還是 是玻璃 透明的 看得到外面 對 OK 好 蠻好的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側門 後門 嗯 有 就是 它是開著關著啊 呃 關著 關著的 OK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廚房啊 呃 因為你剛剛說有煮東西對不對 有人幫你煮東西嗎 呃 有 男生女生 男生 男生 男主廚 帥嗎 帥嗎 有穿衣服嗎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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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 好 那你的是瓦斯爐型的 煤氣造型的 還是傳統的 還是什麼樣子的 煮東西的 台子 呃 是 新型的 新型的 是 它是搭配煤氣的 還是電的 電 它是電的 好 那電的你剛剛說有煮對不對 它有幾個 幾個地方可以煮 兩個 兩個地方 那它是兩個都在煮嗎 對 好看一下它煮什麼 嗯 蔬菜 蔬菜 好 只有蔬菜嗎 兩個都在煮蔬菜嗎 因為它剛剛不是說兩個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那 呃 蔬菜這邊 米缸 儲存 米的地方 叫米缸 當什麼樣子 呃 很 很 很 錢色 錢色 嗯 材質是什麼 草原 木 木質 木頭的 嗯 那那個木頭是它一個一個都 快木頭嗎 還是 它用什麼 呃 是 木頭的材質 嗯 那它有蓋子嗎 有 它有蓋子 OK 好 我們請你的管家那個很帥的那個男廚師幫你把蓋子拿掉 好 看一下裡面有多少米 欸 滿了 很滿 撈起來聞看看那個米新鮮嗎 嗯 新鮮 新鮮 好 我們先到這裡齁 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因為它的狀況是這樣子 從我們講到這裡齁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些症狀 譬如說它的錢財 我們可以從它的窗戶很多 所以它的資訊 錢財的資訊其實很多 一天到晚 有人告訴它可以做這個做那個做這個 他做很多事情 然後它的錢財也是 好 自己投資速度其實很快 來財其實很快 雖然我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的啦 但是錢財是來財 進財很快喔 但是它 嗯 就是進財快 但是出財也很快 好 就是我們講說錢卸財也出去的很快 那 它剛剛是不是抽到的是燒鬼牌 對吧 所以 它要嘛就是 呃自己操盤 可能有一點點狀況 就是一個 然後再來 它自己的胃的狀況不是很好 必須要會胃脹氣跟胃食道逆流 這一塊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然後自信被蓋住了 完全別人看不到 所以 你現在是自己工作嗎 呃 對啊 有 有一些 有一些 好彩 那 呃 也是自己能夠單機作業 自己可以做 的嗎 還是必須要跟別人 跟別人 跟別人 OK 但是你比較喜歡自己做啊 嗯 雖然那個窗戶有很多的形式 可是它都是要自己完成 嗯 然後 可以感受一下 因為你的 呃窗戶的比例 好 窗戶有很多有沒有 十個四個 好那它的窗戶比例 所以 會建議你啊 就是 投資理財商 因為你是很激進的 嗯 就是很多 新鮮的它都要嘗試一下的 嗯 嗯 那這個也會讓你突然之間 如果失衡的話 就會比較是 好像卡在那裡出不來 對 所以剛剛稍微幫你調整一下下 才會變得更好 嗯 還是一樣黃色的東西 可以多用 黃色 黃色 怎麼呢 嗯 可以啊 哇 為什麼突然有賣啊 哈哈 很聰明 哈哈 因為剛才是二號 我想問一下 那二號我有沒有改變改上一點 因為如果你剛才說 買彩票 沾一點的 因為我真的試過 嗯 所以我還同感 我想問一下 是 哪邊可以改一點 改一點 OK 這是健全化水那一種感覺 對啊 平行髮水那種感覺 嗯嗯 那剛才我在帶她的同時 我看到有很多同學也進去了嘛 我也有進去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待會來問一下 你剛剛有感覺一下 你自己的那個 水缸米缸的狀態 米缸的狀態 有紅味啊 嗯 我剛才 米缸啊 嗯 你現在想也可以 我的米缸應該是紅色的 嗯 嗯 不是那麼滿 大半啊 一半 大半 嗯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大半 那那個鋼是 材質是陶土的那種 塑料的 塑料的 顏色呢 不算大 啊這樣子透明這樣 看過去是有透 可以透視嗎 看得到嗎 看不到 欸有種啊 對喔 你自己晚上睡覺會熱醒的啊 不會 你覺得這邊會熱熱的嗎 也不會 也不會 好 因為我們的那個米缸啊 它是紅色的米缸 所以理論上 它應該會體熱 就是身體其實會很容易熱才對 嗯 那我們的行為模式會這樣子 就是很容易會吃一些冰冷的東西 這個會有一個現象 所以我才會問說 你自己有沒有覺察 你自己會熱醒 當然因為現在都有空調啦 不曉得大家怎麼樣 對 但是我晚上睡覺會看空調的 嗯 OK那很好啊 那如果你也覺得可以 受得了那個熱的話 那當然是還可以 可是因為它會出現在 你在儲蓄錢材上 這一塊是有一個阻礙在 那我們通常都會建議 第一個塑料缸 好 我們通常都是 有那個會吹吐啊 就不允許自己吃太多 很多模特兒都是塑料缸 塑膠的 嗯 模特兒就很瘦嘛 嗯 對不對 那當然 現場大家都看到它很瘦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說 它的那個吸收養分的一個狀態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很好 那因為對於肢體的感覺 沒有太多感覺 所以對於錢財也是一樣 就看到錢的數字 就出去了 刷卡替代 那我通常 那我通常都會建議 因為身體無感 我就會建議你就是 盡可能的現金消費 對你來講會比較有感 就是要從我們的身體 訓練開始 那你就會覺得 喔錢可以少花一點點 這是一個 那你說那個 我們的那個彩票 怎麼樣才會更接近嗎 齁 那你剛剛抽到的是 我記得好像是綠色的吧 呃 我是孤獨嗎 第一個是綠色 第二個是孤獨 孤獨嗎 對不對 那因為孤獨的就是黃色的 第二個 剛剛自己抽的是孤獨嗎 對嗎齁 那就是黃色的 也就是一樣嘛 多穿黃色的東西就可以了 因為綠色是新輪版 就很喜歡對大家付出 對 所以為家人買很多東西 對啊 為大人大家買東西 我覺得是好啊 對大家都會很喜歡 因為你都幫我買東西 我們就訂給他就好了 他就幫我們配 呵呵呵呵呵 對 都穿一個黃色的 黃色的 或者是太陽花啊 像日葵 呃還有一些黃色的衣服啊 亮亮的 飾品那個 黃水晶啊 這些東西你都可以佩戴啊 都可以讓你更亮 嗯 謝謝 謝謝 好 好 我們又到時間了 好啊 好快啊 好那又休息一會 然後呢 繼續我們講一下這個錢 再見 好來到我們Part3啦 第三部分 是 好老師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個案 是你從前 怎樣用這個 完成工 去幫你的學生 或者是你的客人 OK 呃 因為在香港嘛 我現在想要講幾個 香港的那個個案 好 那因為我們在香港 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 地方很小對不對 所以來做我們的那個個案啊 有很多是這樣 就是 他的金錢上可能卡住了 那他可能是開生意的 就是家庭事業 那他們就來求助嘛 然後我們就帶他 用剛剛那種方式 好 跟大家這樣一問一答 好像在做心理測驗 然後又可以這樣問 那如果能夠靜坐打坐的 他當然閉上眼睛 他自己內在的畫面 可能會更清楚 好 那我就帶著他 然後進去 然後他們進去到裡面啊 他們很多其實 呃 公司可能一下子開太快了 就是覺得這個東西很好賣 就開太快了 對 很多是這樣子 然後在我們的大廳 大運的地方 他就會發現說 哦 因為他希望生意好 所以他就 到了泰國 請了一個泰國的四面佛 然後到家裡 然後到了寺廟 也覺得啊 釋迦摩尼佛不錯 然後就把釋迦摩尼佛請回家裡 請回家 然後觀世音菩薩好像也不錯 把觀世音菩薩也請回家裡 然後請回家之後呢 在家裡面就 不曉得放哪裡好 所以就隨便放 好 然後呢 自己的內在 他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就慢慢的去運作那個能量 然後等到進到原成宮之後 就發現 他的主神啊 還有其他的這些神明啊 也是一樣就是亂七八糟的 有的神明在地上 有的神明就是 在他的那個桌子上 供桌上 就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的神明 他其實有順序 那大家知道 那個釋迦摩尼佛 我們可以跟他求財嗎 大家都說不行對不對 好 因為他以前是王子嘛 對不對 都不要江山啊 都不要錢財啊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卻是 把他請回來 然後求財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 搞錯 搞錯對象了 你今天說求財上的開悟可以啊 你可以去求他給你一些智慧 沒問題 可是在錢財上就不行 所以 四面佛就變得很重要了 那四面佛在他的原成裡面 他就有發光發亮 可是他卻把四面佛放地下 那四面佛其實是這樣 他在泰國其實是我們的土地神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飯店啊 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四面佛 就很像土地公的概念 土地公公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你有尊敬他 給他一個位子 他其實在你的事業上可以幫助你很多東西 好 那我們就協助他在原成功去調整這一塊 然後告訴他說 你的廚房裡面你可以帶多少人 好 我們的廚房裡面 我們的有幾扇窗 你適合一下子可以開幾間店 好 就告訴他他的症狀 好 那他就開始去整理 整頓他自己 譬如說他的錢財 好 他是卡在他自己的淨財的地方 好 然後危機周轉的地方的錢財不夠 那我們就幫他擴建 好 那他透過這樣子的調整之後 一來是了解他自己的錢財疏漏的地方 好 然後再來去調整他自己現實生活中 他就會去開始看 他危機處理的錢財怎麼這麼少 我們通常開一家公司啊 危機處理的錢財 要是你的原本的大概要三倍左右 當運轉的 好 可是你如果沒有 他可能就很容易就會垮掉嘛 好 那更何況他還想要開放加盟 讓別人加盟他 好 所以這個地方調整完之後 他的電材拓展的速度 才會突然變得比較快 嗯 這個是其中一個案例啦 嗯 那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的 看是不是要有同學想要問問 直接來回答可能會快一點 有沒有問題想問 直接回答你們那些 比較更加直接一點 要不然老師就繼續講其他的個案 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想的時候 我講一個大老婆的故事 講大老婆的意思就是 她是有錢人家的太太 叫大老婆 我們常常知道大老婆 在我們的廚房裡面啊 水缸是代表現金流動財嘛 我們都會想說 零用錢應該很多對不對 可是我們處理過很多香港的一些大老婆們 他們是這樣 進到裡面 他們的那個瓦斯爐上面 是那種倒水的那種水壺 然後或者是小馬克杯 好 也就是說他自己想要花多少錢 他還要去申請他才有錢 沒有辦法自己有自己的錢才進來 那我們就會協助他把他的水缸夾搭 要不然他永遠就只有零用錢而已 嗯 這個其實也是在香港蠻經常遇到的 這是要錢還要問老公拿 老公 可能不是老公 可能是秘書 也就是說 好刁戀喔 對啊就是 他自己因為叫大老婆就代表 他老公肯定有很多的很大事業嘛 對 那 問秘書 問秘書拿 對還不能問老公拿 問秘書拿才行 所以這個就要調整一下他的能量 因為不對稱 我們在想說金錢要匹配要對稱 然後來財的順序 錢財他是有流動的順序要對 嗯 嗯 好 有問題想問 嗯 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我的錢財就是想做好像買房子 嗯 我現在有一套房子賣掉 賣掉 想換 但是有 好 我害怕買不回來 有辦法 賣不回來 你這套房子要賣 然後再有賣 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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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要買原來的喔 賣掉就賣掉了 你是要買別的嗎 對 對 OK 好 你看喔 那個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他自己就有講到他很害怕的事情 對不對 你今天把房子如果是賣掉 然後你說買不回來 也就是說你的內在已經鎖掉了 不一定這個房子已經就好像跟自己是個孩子的關係 嗯 好 所以你才會想說要買回來 好 但是其實如果你把它當資產 資產就是投資的工具 那出去你是換新的 那這個跟這個他的不同的能量是不一樣的 你要把它切割起來 就不會用買回來這個字 好 你是買新的 好 那這樣子你能量上先做切割 那我們去調整他 他才會 他才會有意義 好 要不然你永遠會覺得 我就是其實要有一個我自己的 那其實最終你的核心點 你還是想要有一個自己的 嗯 然後你就會開始被貸款 那開始被貸款就是我跟剛剛說的 你就會把 呃 好不容易有的不動產的能量變成負債 嗯 你就會覺得好像越來越順 越緊縮 嗯 好那 呃 在我們的那個假想一下你自己的內在 好 也是一樣 原成功的一個狀態 你覺得你的廚房裡面有幾個冰箱 有冰箱嗎 開門啊 一個 一個 很大的冰箱 是怎麼樣的開門 什麼顏色 嗯 灰色的 灰色的 它發亮嗎 嗯 不發亮的 不發亮的 好啊怎麼開門 兩扇 就兩扇這樣開 然後就像這樣很大 比你人還要高 對不對 對 好好 啊那我們同學知道他要買幾房的 房子 這樣打開來喔 很大比自己還要高喔 你們怎麼都講兩房 租動別墅是四房 三房 對別墅型的 是四房 三房到四房 就是非常大的 好那因為它是灰色的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會想要投資這樣的房子 租出去 也好 或者是他會下一個 他也希望能夠買 至少要是四房 三房四房 一定坪數很大啦 要嘛就是一個電梯上來 就是一層 這一層都是我的 好 他的內在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他很害怕這麼大的別墅出去 或者這樣子的形式的房子出去 然後 回不來 對 好那 多年是他只有一個哈 那 如果有趙神 你知道趙神嗎 就是趙君 趙君 趙君 你覺得你的趙君 他現在有穿衣服是什麼顏色 有穿衣服紅色 紅色的啊 那請他再給你一個冰箱 看你覺得哪個地方有空位 給你再放一個 你覺得他會幫你放什麼樣的冰箱 就是放趙神在冰箱裡 不是把趙君放在冰箱裡 不是把趙君放在冰箱裡 這樣很可怕 叫我趙君 給你多個冰箱裡 那你會 那個冰箱是怎麼樣 在一個冰箱 你是什麼顏色 放哪裡 什麼顏色啊 擺邊啊 淺 淺色一點 嗯 放在廚房裡面 對 然後是幾個門 幾個門 大小 嗯 裡面有沒有東西 一個門 一個門 大的一個門 大的一個門 好 然後 裡面放什麼 對啊 那你說淺色是什麼 淺什麼色 淺 是灰色灰色 也是淺灰色 OK 好 然後裡面有放東西嗎 有 放很多蔬菜 就是水狗 OK 那跟剛剛那個大的比 你這個一個 是小小的 還是大大的 還是一樣大 大的 也是大的 跟剛剛那個一樣大 是他一個門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替他創造錢財 幫他創造一個財庫 然後幫他創造一個 不動產的一個能量 他要去買賣換 其實他的內在是 我還是覺得一個人 要有一個自己的一個area 然後 但是你自己的空間 也是一樣要很大 嗯 嗯 這邊講平米嗎 就是大概也要 也要有80平 80平 我們用那個square feet 一平米大概 30平米 8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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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大 你怎麼這麼大 你 所以你就住有一點大 一個人喔 要一個大大的 他覺得這樣才是他的安全的水位 好 所以你自己可以先感受一下 就是自己要先給自己一個安全的區域 好 然後你其實是很想買這種 比這個大概大三倍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的大三倍 然後你 沒有誰把菜 然後是你一個人住 蛤 蛤 你的內在是這個樣子 東蔥啊 搖啊 清理菜搖啊 嗯 啊 我想 因為我看到那個就是 我的房子是 因為大 但是外面可以 一個地方大的可以種菜 對啊 不管是種菜還是種花 但是那一整成就是你的啊 對啊 就是你的狀態 所以你的內在 掌握著 緊抓著這個不放 那你的東西你賣掉 你還是想要再把它抓回來 所以他這個能量 你要先把它切割 這樣子幫你造財 他就 才會穩定 嗯 然後調整一下 你現在可以 呃 感覺一下 因為香港很大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南區 你都可以去看看房子 嗯 南區啊 然後去南區 他就住那邊 對啊 挺好的 嗯 好 來 拿著麥克風 對 很聰明啊 哈哈 沒有啊 剛才我那個 金錢出了綠色 你說 我一點點 快一點點錢 我就滿足了 嗯 其實 我不滿足的 因為我 我想 賺更多的錢 對啊 對 賺更多的錢 是因為要再更多的 一點點的付出 付出付出 所以就不停的 對啊 就又付出 再賺啊 對 然後都是一點點 一點點 這樣子 所以賺一點點回來 很開心 也不停的去賺 對啊 所以需要 調整什麼嗎 看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是想要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子 呃 比如說演藝人員 那演藝人員 他們在賺錢 是不是他可能就是 拍一個戲 他可能是三個月 四個月拍一個戲 可是他可以吃一年 嗯 對吧 可是像我們是每個月 每個月都要固定的錢啊 這就不一樣 對 那有些人他就是賺 比如說一兩個月 密集的賺 然後他這個錢 可以吃一年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不一樣的 一個概念 所以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就是 我一樣 一點一點的賺回來 嗯 就是你要保持那個規律 一點一點也很開心 一點一點也很開心 然後賺了 我又花錢 我又賺了又花錢 這樣子的那個能量 他就很順 嗯 這樣子怎麼存錢 存錢 那我們就要看你自己 呃 我們的 剛剛我們講到 你剛才我在帶他的時候 我看到你也進去了啊 嗯 對不對 那你的米缸長什麼樣子 那米缸就是 也是很傳統的 嗯嗯 傳統是那種 大缸嗎 大缸 對 嗯 那你這個大缸 你放在哪裡 我大概放在那個 冰山旁邊 嗯 OK喔 還不錯喔 那他有蓋子嗎 沒有 OK 裡面多少米 滿的 滿的 又是滿的 你看大家都好喜歡把錢 告訴別人 我好有錢 對 你要嗎把米缸放大一點點 OK我要把那個 米缸 再放大 對放大一點點 可以放到 好像那個 怎麼說呢 好像一個 倉庫這麼大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們有倉庫這麼大 那個叫做米倉 OK 那個叫米倉 可是米倉歸米倉 自己的米缸還是要有一個 比剛剛的那個再大一點就可以了 你不要一下子變那麼大 OK 因為我們 呃身強體狀 你自己 每個人都有貪念嘛 都會希望說 既然來調整 就想要調到最大 可是有時候 一下子調最大 你的身體沒辦法負荷也沒辦法 好 所以比剛剛 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好然後你的米 就是剛剛好八分滿 是剛剛好的 嗯 那你這個地方 稍微改善了 後面就會開始穿 OK 然後需要蓋子嗎 不用蓋子 就是把它打開 對 那邊是很自然的 嗯 在那個世界 不需要蓋子 它也可以很乾淨 嗯 嗯 我就是在想這個問題 沒有蓋子 對啊 好髒喔 我們的 呃圓成功新宅是這樣子 當你有負面思想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髒的東西 或者是說有人來陷害啊 小人啊 這些東西 它才會髒亂 或者是破壞掉 可是如果沒有這些負能量的東西 其實它可以保持的理想國的世界 它可以是很理想的 漂亮的狀態 乾淨的狀態 它是沒問題的 嗯 好 謝謝 請問 打算 我想問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越花錢 越破搖了 我老公經常跟我說 你就是什麼花錢 沒錢 不是每個人 不是每個人越花錢 不是每個人越花錢就會越有錢 要看他的狀態 比如說 剛剛我有講到廚房側門啊 你覺得你有側門嗎 廚房裡面有側門嗎 就是後門側門 你覺得有嗎 你覺得沒有對不對 哇你很省耶 你看像人家是有側門對不對 可是對你來講是很省 然後你就會覺得 怎麼這麼不公平 我都已經省成這樣 為什麼我還是沒錢 就會是你的問題啊 好 那 看得明白啊 嗯 嗯 什麼 我需要翻譯 他 因為對你來講 你會省很多東西 但是 我們太過省 都會花在很必要 你認為很必要的東西上 你就會把它花出去 而且一筆就是大筆的錢 所以 你是說你老公 覺得你花很多 所以沒有錢對不對 可是你會覺得 我要買這個東西 我已經省很久了 我才買這個東西 不是只要很久了 有時候 我覺得喜歡就會買 對啊 喜歡你就會買啊 但是對你來講 你可能存了一陣子吧 因為你自己的來財 不曉得有多快啦 但是因為你前面的那個能量 前面的牌卡 它顯示的就是 靜財的狀況不是很好嘛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自己要存了一陣子 或者是你已經有預算了 你就會覺得喜歡了 然後你就會去買它 對 但它並不代表你 越花出去就能夠給你 帶來很多錢 不是 因為你剛剛講了 你是因為喜歡 可能擁有了一下 你又放掉 擁有了一下又放掉 所以那個能量是不一樣的 嗯 明白 我很好奇你的爐灶 是什麼樣的爐灶 是什麼樣的爐灶 廚房裡面 你的爐灶是怎麼樣的 煮飯那個地方啊 那個爐灶 那你在原成宮裡面 原成宮裡面 你靈魂居住的一個房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廚房 廚房裡面 你覺得那是什麼樣的 他現在有在煮東西嗎 小 不太多 什麼東西不太多 有煮東西 不是經常的煮東西 就是有在煮東西嗎 你現在的原成宮裡面 那廚房 不是你現實生活 現在沒有 沒在煮東西嗎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自己沒有想要 賺錢的動力欲望 那錢當然就進不來 那一個人金錢慾望 沒有吸引金錢來 可是卻一直花錢 那當然是存不到錢的 可是你前面如果有慾望 你是又想賺錢 然後又可以吸引錢財的一個能量 那你後面當然就會越花錢 會越多啊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這樣大家有明白嗎 調整一下 開火一下 請你的廚師 你也可以請帥廚師 你也可以覺得 想要請美女來當廚師都可以 那他幫你煮東西 那雞湯魚湯開水 你想煮什麼 雞湯 好啊 那你就補一點雞湯啊 好 就是高蛋白的東西可以補一下 氣場太虛了 那我們氣要 正氣要望 正氣 開心的能量 正氣 要望 嗯 對 然後你的錢財就會穩 就會穩定 嗯 加油啦 好 好 那邊有沒有 都是這邊問問題 這邊都沒問題 這邊是你的學生 他們都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這兩個不是啊 這兩個不是啊 有沒有問題 哈哈 有嗎 怎麼樣去 呃 給個麥克風 因為我的行動力不夠 嗯 怎麼樣去增加這方面的行動力 就行動就好啦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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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容易答 哈哈哈哈 好好啊 對啊 嗯 而且你的人脈關係那麼廣 為什麼不行動呢 把錢賣 把人脈 變成錢賣 它可以去轉動嘛 嗯 你是連社交都懶得社交耶 你連社交都懶啊 你要將人脈啊 和你那些 變成了這個錢脈 問你為什麼沒有行動啊 嗯 嗯 你喜歡跟人家吃飯嗎 喜歡 嗯 啊一個table你喜歡幾個人 兩個 哈哈哈哈 OK 大家知道嗎 這就是他的社交 一次只能萬百萬 對 那也OK啦 對 有些人是為了節省時間 一次就可以跟很多人吃飯嘛 那事業上也是一次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合作 可是你的你的狀況就是一對一啊 嗯 嗯 那行動就會慢一點 但是就穩定就好啦 嗯 嗯 嗯 好 好 已經一個小時又過了 時間過得很快 嗯 嗯 時間過得很快啊 兩個小時 對 開心的時光很快就過了 好謝謝老師 來的香港 給我們那麼多那麼好的資料 太好了 嗯 好了 那麼你的視頻的時間又夠了 我們要說再見咯 對呀快樂時光 拜拜 拜拜 好 溝通 好 有